当地时间3号 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的 埃尔帕索市一家沃尔玛超市内 发生了枪击事件 德州州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 枪击事件已经导致20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嫌疑人已经被抓获 埃尔帕索市警察局的局长表示 此次枪击事件获为仇恨犯罪 截至到目前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尚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埃尔帕索市警方发言人3号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枪击事件当天上午 发生在一个大型购物中心的 沃尔玛超市内 枪击发生时 超市内有上千名顾客和销售人员 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 当地媒体援引现场目击者的话说 一名身穿黑色T恤衫和工装裤的男子 手持自动武器冲入超市 逢人便开枪 警方在现场抓获了一名白人男性嫌疑人 名叫帕特里克·伍德·克鲁修斯 家住达拉斯附近 现年21岁 其作案动机怀疑 与反移民的种族主义有关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凶手作案前在网络上 张贴了一份长达四页的所谓宣言书 其中将移民称为入侵者 指责移民进入美国的目的 是种族替代和种族混杂 埃尔帕索警局局长格雷格·艾伦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本案与仇恨犯罪有潜在关联 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 目前嫌疑人已被逮捕 其身份已确认 联邦执法人员正在对 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进行调查 埃尔帕索位于美国和墨西哥 边境附近距离两国边界线 不到20公里 当地80%的居民为拉丁裔 枪击事件发生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枪击事件予以谴责 并表示联邦政府将为德克萨斯州 和埃尔帕索市提供权力支持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必须采取行动 结束枪支暴力